古时 这些有个人叫冯勋 性子宽厚 和妻子李氏成婚多年 相敬如宾 秦色和名 他有个弟弟叫冯坤 向来蛮不讲理 在凶嫂面前没大没小 每每出言顶状 冯勋也只是笑而不语 族人亲戚看不过眼 就对他说 你是兄长 他是弟弟 怎能如此无礼 冯勋则说 父母死得早 我就得这么一个同胞兄弟 如果因为一点小事就闹不合 只怕爹娘在九泉之下也会难过 听他这么说 亲族都打从心底高看他一眼 由于冯勋的处处忍让 兄弟俩倒是一直相安无事 但好景不长 冯坤的发妻突然离世 他娶了王氏为济世 此后冯家就变得鸡犬不宁 只因这个王氏性格凶悍 心机又重 总是唯恐天下不乱 经常没事找事 在丈夫跟前嚼舌根 挑拨他们兄弟间的关系 冯坤耳根软 没什么主见 竟信了王氏的话 经常借故打砸生活用品 指桑骂槐 是兄长如同陌路人 久而久之 冯勋的妻子李氏忍不住了 原本他的性格和丈夫差不多 凡事都先礼让三分 只因冯坤两口子 隔三差五吵闹一番 而且一次比一次过分 李氏终于忍无可忍 于是气愤地对丈夫说 你就不能管管吗 我看你弟弟就是个木偶人 一点脑子都没有 媳妇什么话都听 也不管是对还是错 不想冯勋听后勃然大怒 历声斥责妻子 住嘴 难不成你也想坐长舍妇 聘机私沉 为相之所 我们是贫寒人家 可经不住折腾 骂完妻子 冯勋还不解气 竟跑去找弟弟商议 说想把李氏赶出家门 冯坤刚开始还劝兄长 不能这样做 毕竟无缘无故休妻 实在是说不过去啊 谁知王氏知道这时候 把他痛骂一顿 还说 你是不是傻呀 劝他干什么 休掉了才好呢 于是他就跑到兄长面前 添油加醋 乱讲嫂子的坏话 最后 还撂下一句 有他没我 有我没他 你要是不肯休妻 那就分家 各过各的日子 这样一来 冯勋便坚定了休妻的念头 只是李氏 却是个非常忠贞的妇人 立氏不嫁二夫 为了挽回这段婚姻 他虽然满肚子委屈 但还是低声下气 拉着冯勋痛哭流涕 苦苦哀求不要赶他走 眼看兄长要心软 冯勋又在一旁煽风点火 阴阳怪气地说 老话说得好啊 而女情长 则英雄气短了 冯勋被他一击 当即便硬下心肠 把妻子给扫地出门了 李氏如愿被赶走 王氏和冯勋暗自得意 而冯勋也不打算再娶 截然一身 形单影之 生活中 样样都先紧着弟弟 一味地忍让 总算换来 短暂的兄弟相安 可是自从李氏走后 冯勋洗衣做饭等家务 都要依靠弟弟两口子 虽然家里还算富足 但两人给他吃的饭 是一天比一天差 给他穿的衣服 也一天比一天脏 再看弟弟两口子 每天吃香的喝辣的 穿金带银 小日子过得比谁都好 冯勋虽然依旧隐忍不言 但术欲静而风不止 冯勋故意在他跟前抱怨王氏 言语之间似乎也有休妻之意 冯勋连连叹息 家门不幸啊 我已经和妻子分道扬镳了 这种事情 怎么可以再次发生呢 不能因为我破坏 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 还是我走吧 说吧 连夜背了床被子 悄无声息走出家门 他走之后 全部家产落到冯昆夫妇手里 两人好不得意 忍不住拍手相庆 但还没高兴几天 厨房突然失火 很快蔓延开来 转瞬间 房子财物全被烧得金光 两口子一叶成了穷光弹 话分两头 话说冯勋走出家门 心下茫然 不知该何去何从 想起某地有个舅舅 决定前去投奔 走了数十里 疲惫不堪 坐在路边休息 忽听的马蹄声响 一个精壮大汉骑着快马飞驰而来 看见冯勋 那大汉当即飞身下马 上前说道 故人别来无恙 冯勋上下打量 发现并不认识此人 于是起身作衣行礼道 实在抱歉 一时间想不起兄台是谁 还请告知尊姓大名 大汉哈哈大笑 说 真不记得我了 实不相瞒 我和你是同乡 还认识你妻子呢 暂且容我不提名姓 我有件要紧事要和你说 冯勋忙又拱手说道 请兄台指教 大汉说 指教不敢当 只是我听人说你抛弃发漆 不知道有没有这回事 冯勋微微一愣 但还是点头硬道 却有其事 大汉扼腕叹息道 若果真如此 你则徒有孝替人后之名 实则是大错而特错 你糊涂啊 冯勋恶然 盲问 不知这话是从何说起啊 大汉说 所谓长兄如父 你的父母将弟弟托付给你 可惜你不严加管教引导 反而任其欺凌凶嫂 长此以往 将来必然不可救药 此事其一 其二 本地相邻 无人不知你妻子自从嫁到你家 勤劳贤惠 安分守己 没有一丝过错 你却以兄弟和顺之名 弃夫妻之轮而不顾 将其扫地出门 这岂不是错得离谱 听大汉说完 冯勋已经流汉加倍 但还是强行辩解道 自古兄弟不和 无外乎都是女人之过 我只不过是不想让九泉之下的父母伤心 故此狠心修妻 怎么到兄台这里道成过错了 何况兄弟如手足 妻子如衣服 世间只有为手足弃衣服的 哪有为衣服而断手足的呢 大汉正色道 此言差矣 衣服完美无缺 何人会无故丢弃 然后裸身活于世上 再者 古人上有断臂求生之说 如果手足已经长满毒瘤 你本当及时医治 若医治无效 断手足也在所难免 如此方才合乎情理 怎可像你这般舍本竹墨 冯勋顿时语色 沉吟半赏 叹道 听君一席话 好像确实是我做错了 大汉见他领悟 哈哈笑道 那你现在是做何打算 是去找前妻破旧重圆 还是新娶一房呢 冯勋低着头说道 我哪还有脸去见他 等遇到合适的 再重新组建家庭过日子吧 大汉说 正好 我有个小妹 贤良淑德 可以嫁你为妻 冯勋文言 十分惊诧 不可置信地问道 这位兄台也太奇怪了 你我萍水相逢 怎么一见面就要将令妹下嫁于我 大汉道 这有什么奇怪的 我不过是见你虽然迂腐了些 但注重品德伦常 是可托之人 你无需推辞 快跟我走吧 说完不由分说 将他扶上马背 朝西行去 路上 大汉自称姓黄明春 他父亲就是本地县令 约莫傍晚时分 终于抵达他家 冯勋抬眼望去 只见高墙大院 门庭深广 俨然大富之家 黄春下马 吩咐门口迎接的家扑道 快去向妇人通报 就说薄情郎已经带来了 冯勋听了大为疑惑 只是眼下也不好询问 跟着黄春走进屋内 有个身着华服 年约五旬的妇人迎了出来 看着冯勋笑道 真是我的好女婿来了 冯勋心知是黄春的母亲 连忙参拜行礼 谁知刚寒暄完毕 黄妇人便命人给他更衣 还说择日不如撞日 今天就是良辰及时 赶紧把婚事办了吧 冯勋大惊 心说哪有这么着急嫁女儿的 正要起身推辞 却听得一阵喧哗 早有几个丫鬟 簇拥着新娘走出来 然后她就被推上前行了礼 送入洞房 事已至此 冯勋哭笑不得 只好既来之 则安之 于是上前 揭开新娘的红盖头 定睛一看 却是张熟面孔 不由大惊失色 脱口而出问道 怎么是你 原来新娘不是别人 正是被她赶出家门的李氏 当下冯勋惊愕不已 盲问这是怎么一回事 李氏只是泪如雨下 哭哭啼啼 一句话也不说 这时 黄夫人从外面走进来 带她向冯勋说出了事情的缘由 原来 早先李氏备休之后 父母逼她改嫁 她誓死不从 于是偷跑到尼姑安 欲归依佛门 恰好遇到前去上乡的黄夫人 因同情她的遭遇 便将她收为义女 带回家中 而黄春为人向来豪迈不拘 同一妹攀谈问清来龙去脉后 她觉得这对恩爱夫妻不应该就这样分开 于是打定主意 要将冯勋找来 让他们夫妻二人破镜重圆 故此才有了之后的事 听黄夫人说完 冯勋顿时羞愧不已 李氏此时方才开口 抽气着说道 你已担心兄弟不合为由 强行将我赶出家门 为何如今你那个宝贝弟弟 还是容不下你 我也没想过要和你重归于好 只不过这口气 憋在心中实在难受 无非是想当面和你说清楚而已 李氏说吧 又哭得梨花带雨 冯勋则是无言以对 好在黄夫人在一旁好言劝慰 又使眼色让冯勋上前认错 李氏方才慢慢止住哭声 扑到冯勋怀里一阵锤打 发泄着心中的委屈 黄夫人见状 失去地退出房间 此日 夫妻俩先是拜谢了黄夫人 又拜谢了黄春 之后便住在黄家 相处融洽 俩然就是一家人 过得年余 黄春的父亲高升 要举家前往外地赴任 临行前 黄夫人至酒化别 赠给夫妻俩白银五百两 让他们回家过日子 黄春也叮嘱 若是过得不如意 就到任所来找我们 夫妇含泪拜谢 挥泪送别 过得几日 两人回到家中 却见房屋成了一片废墟 弟弟两口子不知所踪 冯勋赶忙向邻居打听 这才知道他走后没多久 家里就发生了火灾 弟弟和弟媳无处安身 只得今天睡桥洞 明天睡破庙 到处流浪 当下冯勋只得重新购置一处宅院 又把弟弟两口子找了回来 见到嫂嫂 冯昆起初还有些难为情 谁知王氏私下却对他说 我就料定大哥还藏有私房钱 他也舍不得大嫂 这不 假装离家出走 在外面潇洒快活一年多 现在一起回来了 还说什么买房的银子是一兄所赠 皇家他在有钱 能平白无故拿这么一大笔银子送人 冯昆听了 身以为然 此后冯人便说这番话 逐渐就传到冯勋的耳朵里了 他不由勃然大怒 说 我念你是同胞兄弟 无家可归 好心把你们接回来同住 没想到你是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又听信付到人家的谗言 胡乱诽谤兄长 这个家我是待不下去了 你好自为之 说完 把卖房剩下的钱留给了他 带着妻子去找黄春了 因之前黄春父亲常住衙门 冯勋并没有见过 所以这次来到黄家后 黄春便给他引见 冯勋当即以女婿之礼拜见 黄妇欣然接受 安顿夫妻俩住下后 便让他和黄春一起在衙门打理事务 冯勋本是正直的人 在岳妇衙门做事一丝不苟 尽心负责 深得黄妇以重 如此过得五年 黄妇年迈 于是辞官 打点返回原籍 走前将资产分出三千金送给冯勋 并说 贤婿辅佐我多年 不曾出一丝差错 我岂能让你夫妻二人今后无家可归 送别黄氏一家 冯勋和妻子再次回到家乡 刚到村口 弟弟冯坤早已闻讯赶来拜见 此时这两口子 又跟乞丐没什么两样了 冯勋又气又怒 问他 我走的时候不是给了你许多钱吗 怎么又弄成这幅德性了 这回不会又是被火烧了吧 冯坤哭丧着脸 低声应道 老天爷就像和我过不去一样 你刚走没几天 家里就有劫匪闯进来 一个个如狼似虎 我差点就没命见到兄长了 话音刚落 边上就有好事的香林大声说道 不是老天爷和你过不去 只怪你两口子对凶嫂不敬 是问 他们是有哪一点对不起你们 你们却一而再 再而三的在暗中作怪 老天爷不责罚你们才怪 这都是报应 冯坤夫妇闻言 修得无地自容 当即双双跪下请罪 并保证以后不会再犯 见弟弟悔悟 冯勋把他扶起 含泪说道 你我本是一奶同胞的兄弟 爹娘不在了 我们本当互敬互爱 同心协力 把日子过好 以前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后头的日子还长着呢 此后冯坤夫妇果然悔改 不再无事生非 一大家子依旧住在一个院子里 兄弟齐心 轴里和睦 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后继 一家人住在一起 难免会有磕磕碰碰 但作为男人 不能一味地偏袒弟弟 也不能一味地偏袒妻子 像故事里的冯氏兄弟 分明就是两个极端 冯坤世事 遵从妻子 完全不将胸嫂放在眼里 而冯勋泽与之截然相反 事事迁就弟弟 结发妻子说抛弃就抛弃 结果就是 一家人四分五裂 弟弟 弟媳永远不知悔改 老话说得好 家和万事兴 维持兄弟和睦 家庭团结固然是没有错的 但不能为了表面的安宁 无休止地迁就有错的人 这样做只会适得其反 故事发生在明朝万历年间 在康敬府的安乐县中 有一个猎户 名为李安 因为有着一手极准的剑法 便被大家纷纷称奇 而且他总会把猎物送给周围的邻舍一些 深受大家的认可 一日 已经快要到了日落时分 李安正从山上下来 肩上还扛着一只梅花鹿 路过的人们见到都纷纷投来了目光 邻居李大娘说道 安子 今天又是大丰收啊 还是你有本事 李安也是笑道 李大娘 一会我就给您送上一块最好的鹿腿尝尝先 李大娘急忙说道 可别了安子 如今这灾荒之年 日子都不好过 你还是卖了换钱 攒攒老婆本吧 文言众人也是都笑了起来 李安如今二时有余 已经是到了那结婚的年纪 可是他却是孤身一人 不过前来说亲的人 却不在少数 只不过都被李安一一拒绝了 因为在他的心中 早就有了那唯一的心仪女子 这女子不是别人 正是村长家中唯一的女儿林可 要说原因 大家也都是心知肚明 原来李安与林可便是从小长大的 俩人可以称得上是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那时李安的父亲也是有着一手好剑法 于是家中也很是富裕 村长也就默认了李安是他的准女婿 可是后来 李安的父亲打猎时却是意外身亡 母亲因为悲伤过度 也是离开了人世 便只剩下了李安一人 村长见李家到了如此地步 便是再也不让林可与李安接触了 这也是李安的心结 这天李安也是早早地上山去打猎 最先查看的便是昨天设下的陷阱 运气好的时候便可以捡到猎物 这也省得李安再去冒险打猎了 可是查看之后竟然是一无所获 李安也没有气馁 便打算去那后山深处碰碰运气 可他刚走了不远 便是发现了一只小鹿跳了出来 这可引起了李安的注意 李安不禁慢慢地靠近了过去 此时小鹿似乎是发现了什么 便一个纵身就朝着树林深处跑去 李安定然是不想错过这个猎物 便急忙追了上去 也不知追出去多远 李安这才停下了身形 打量了一下四周 竟然是迷失了方向 此时李安也是故步的猎物所在 便开始寻找返回的道路 每年都会有人迷失在这深山之中 李安可不想自己因此丧命 于是他便寻找了起来 可是过了很久 天色都已经暗了下来 李安仍然是在原地打转 这可把他急得团团转 这山中一旦到了晚上 定然会变得凶险万分 他必须要抓紧了 于是他便决定去到高处试试 看看能否找到出路 于是他便朝着山上走去 此时天色已经黑了 李安便借着这微弱的光亮 慢慢地前行 可突然李安便是脚下一空 竟然掉进了一个洞里 这这洞很深 李安降落了四五米 这才落地 也亏得他伸手矫健 这才没有受伤 李安打量着四周 忽然发现了一个通道 难道这里别有洞天 李安出于好奇 便是朝着通道走去 由于没有灯光 李安只好摸着墙壁前行 不知道走了多久 李安终于是到了尽头 这尽头似乎是一堵墙 李安也是不断地用手摸索 可突然 他手上却是摸到了一个异物 不由地心中一愣 于是他便用力地向前推去 很快堵在他前面的墙面 便被推开了 这竟然是一道门 打开后 赫然发现这里面居然有着光亮 李安便走了进去 可下一秒 却是让他惊掉了下巴 原来这里竟然堆积着无数的金银财宝 不过 紧紧片刻 李安便回过神来 他顺势望去 这才发现了一个石棺 正陈列在正前方 原来这里竟然是一座坟墓 此时在这坟墓的四周的墙面上 已经是有着很多的道洞 看来定然是有很多人来此道过财宝 再看那石棺 也是被打开了一半 李安健壮也是内心一叹 便走上前去把那石棺关上了 然后居了一宫说道 打扰了 我借此地休息一晚 明日便离开 我绝对不会动这些财宝 于是李安这才找了一个地方躺下休息起来 很快一晚上便过去了 李安也是要准备起身离开 于是他便又冲着这石棺深深地鞠了一躬以示感谢 可突然一个青铜小鼎 却是不知从哪里掉了下来 直接便砸到了李安的头上 砸李安是眼冒金星 用手一摸还出了一丝血 此时这小鼎便正好落在了他的怀里 李安健壮也是苦笑道 看来你与我有缘啊 那我便带你回去 于是李安便按照原路返回 等他从洞里出来之时 便惊奇地发现自己已经是到了那后山之外 自己竟然走出来了 再回身看去 这洞竟然也奇迹般地消失了 李安也只好回家去了 到了家中 随手把这小鼎放到了桌上 便回床休息了 这一觉他便直接睡了一天一夜 一天 李安刚从集市上卖完猎物回来 手中还拿着刚得到的银两 便要找个地方放起来 此时他便发现了这桌上的小鼎 便顺手把银两放了进去 几天之后 李安想着去镇上买些材料 便回家取钱 想到自己的小鼎中还有银两 便拿起了小鼎 可突然 李安却愣住了 只见那小鼎之中竟然堆满了银两 他当初可仅仅在里面放了几两而已 如今都得有上百两了吧 莫非这小鼎是个宝物 于是李安便取出了银两 仅仅剩下了一两银子在里面 他便要世上一世 于是第二天起来 他便急忙朝那小鼎看去 此时 果然如他所想 这小鼎中 果然是多了几两银子 这定然是一个宝物啊 李安欣喜若狂 可很快 他也就冷静了下来 这钱多了似乎也没啥用 于是他便不再想此事了 一日 李安刚刚打猎回家 门外却是传来了敲门声 打开一看 只见李大娘一脸的焦急之色 李安便急忙询问 发生了何事 李大娘说 安子 你能借我些银子吗 我那不争气的儿子 欠上了五十两的赌债 若不还钱 就要把他打死啊 李安见李大娘如此着急 二话不说 便从家中拿了五十两给了李大娘 李大娘也很是意外 李安能拿出这么多钱 他本想试试 能借到几两便满意了 不料却直接够了 于是李大娘 也是给李安鞠躬之后 这才急匆匆的去换儿子了 很快 李安借钱给李大娘的事就传开了 这五十两可是大数 没想到这李安竟能拿得出 看来他必定有着积蓄 于是之后便经常有人来找李安借钱 都是因为家中遇到了困难 这才来李安 这里碰碰运气 不料李安竟然都借给了他们 这些钱加在一起竟然到了那五百多两 于是李安发财的消息便是传遍了全村 同时也是传到了村长的耳中 村长虽然表面上对人和善 但是他背地里却是一个阴险小人 如今李安意外发财 他便想着去弄个清楚 说不定能有意外收获 于是他便抽了一天 带着些礼品去到了李安家里 李安见村长到来也是不敢怠慢 虽然村长阻止了他和林可的来往 可他却是没有放弃 等到有了成就便打算前去提亲 村长也是一进门便一改往日的严肃 很是热情的对着李安嘘寒问暖 说自从李安父母去世 他便很少来看李安 自己内心愧疚 李安也是心中有着一股暖流流过 村长见李安如此这才说道 安子 听说你手头宽裕 村里还有着很多人吃不上饭呢 我能力有限 这才厚着脸皮前来找你借些银两应急 不知你意下如何 李安听到村长如此负责 便一口答应了下来 很快便从柜中拿出了五百两的银票 给了村长说道 我捐五百两 不用还了 村长大惊 看来这小子定然是发大财了 他并需要弄清楚原因 后来他灵光一闪便说道 安子 你与林可也是有几年没见了吧 你二人情投意合 我看今晚你便随我回家 让你们见上一面如何 李安文言大喜 便答应了下来 后来 李安也终于在村长家中见到了李可 两人相视而笑 一个眼神便是证明了所有 这顿饭 李安也是吃得十分高兴 不由得多喝了几杯 很快便有了醉意 村长见状也是说道 安子 你这钱是从哪来的呀 李安由于神情恍惚 也是如实地回答道 都是我那宝贝变出来的呀 之后 村长便得知了李安的秘密所在 浑身便激动地颤抖 不由得心声一记 这才说道 安子 你与可儿都不小了 这婚事不如就在今日定下来如何 文言李安的酒意 也是醒了三分 望向林可 林可也是害羞地低下了头 于是李安便急忙点头同意 不料村长却说 不过这彩礼可是要你的那宝贝小鼎 不得李安发话 村长又继续说道 安子 钱多了没用 够花就行 把小鼎交到我的手里 我便会用这些钱去救济穷人 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 这可是大好事啊 李安文言也是一愣 对呀 他怎么没想到啊 于是便同意了村长的做法 于是村长第二天便急忙地通知了全村这个消息 三天之后便是为李安二人举办了婚礼 之后 李安便带着林可回到了家中居住 一日李安的邻居张大娘找到了李安 张大娘说 安子 我求求你 能不能借我十两银子 我丈夫患病等着钱救命呢 李安也是内心焦急 不过想到家中银两却是不够十两 这才说道 大娘 我这里钱不够了 你去找我丈人 去要十两不就得了 张大娘却说道 安子 你有所不知啊 你那丈人根本就是一毛钱 也不往外借 不仅如此 还会刻扣我们的钱财啊 李安文言也是内心疑惑 于是他便要去探个究竟 等到他到了村长家中 却是发现了村长的惊人变化 只见他双眼 呈血红之色 抱着一屋子的银两疯狂地大笑道 都是我的 谁都不能抢走 此时的村长早就失去了理智 他的眼中只剩下了这些银两 李安急忙前去查看 赫然发现 这小鼎之上竟然散发着那圣人的鸿芒 而这鸿芒也是紧紧地缠绕住了他的丈人 李安这才知道定然是这小鼎搞的鬼 于是李安不再犹豫拿起小鼎便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小鼎应声而劣 此时的村长这才恢复了过来 村长扑通一下便跪倒在地 不由地浑身颤抖起来 李安通过询问 这才知道 原来村长竟被这小鼎控制了心神 满心都是贪婪 若不是他摔坏小鼎 村长定会因此丧命 之后经历了如此遭遇村长 也是选择退下 把位置让给了李安 李安便将这银两都分发了下去接济穷人 造福村庄 大家也是过上了那幸福的日子 贪婪是一个无底洞 若是不加小心定然会沦陷进去 就像这村长一般 险些搭上自己的性命 若是我们心中装满大意 便不会被这贪婪所影响 反而可以去帮助自己帮助他人 幸福也就来了 所以贪婪之心不可有 知足常乐常乐放在心 齐思贤是清河镇的首富 银子多得花不完 家里养着上百号下人 吃饭穿衣都有人伺候 这日子过得别提有多舒坦 但他也有烦恼 妻子漂亮是漂亮 可成亲二十多年 并不曾给他生下一儿半女 且性子又凶悍 不许丈夫娶妾 只说他自己能生 可直到夫妻两个都已年进五旬 干瘪的肚子依旧没有动静 常言道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齐思贤心急如焚 便对妻子放下狠话 要么容他娶妾 要么就拿着修书滚出其家 他妻子自然舍不得锦衣玉食的生活 所以只得含泪妥协 齐思贤求子心切 见障碍已清出 索性一次性娶了几房小妾回来 夜夜耕耘 可过了两三年 还是一颗发芽的种子都没有 这天到了他五十岁寿辰 齐思贤洗漱过后来到静室 这里供奉着宋子娘娘的神像 要说他也挺虔诚的 从四十岁开始 每天早晚都要来拜一次 算算自己已经整整拜了十年 如今头发都没几根黑的了 可没见宋子娘娘有半点回应 齐思贤忍不住跪在地上哀告道 娘娘 弟子终日烧香礼拜 日子也不少了 头也磕得够了 就算弟子前世罪孽深重 注定今生无子 难道娘娘就不能看在弟子十年前成的份上 发发慈悲 舍弟子一个孩 那怕吃得聋得也行 话还没说完 早已气不成声 正要放声大哭 又想到今天是自家寿辰 担心不吉利 只得把眼泪硬生生收了回去 强颜欢笑挨到晚上 瘦酒吃了 宾客散去 也不去妻子房里 也不到小妾房里 贴下众人来到书房 关了门衣服 也不脱就上床睡了 朦胧中自己又来到静视 白天收回去的眼泪夺矿而出 齐思贤再也抑制不住 放声大哭起来 正哭得伤心 忽听得有人对他说道 不要哭 你命中注定无子 哭也没用 那子嗣又不是糖果 见你哭的胸就递给你两个 齐思贤吃了一惊 左右环顾 没见一个人影 只有那宋子娘娘的神像在眼前 于是便小心翼翼地问道 娘娘 方才是你在跟弟子说话吗 宋子娘娘道 正是 齐思贤又惊又喜 自己拜了整整十年 娘娘终于有了回应 今天无论如何 也要问过结果 于是连忙磕了几个响头道 还请娘娘明示 弟子是否注定无子 宋子娘娘道 你利心太重 压榨殿农 为父不仁 子嗣肯定是没有的了 再拜我一百年也没有用 齐思贤一听就慌了 忙道 弟子之罪 请问娘娘 可有什么法子忏悔 宋子娘娘道 有道是有 只怕你做不到 齐思贤忙道 只要能不绝后 弟子什么都愿意做 宋子娘娘道 也罢 既然你诚心悔过 我便点拨你一二 你的罪业因财而起 如今若肯把财散去 又不可被人哄骗 务必让需要的人得到实惠 等到你家产散去十之七八 我保你有后就是了 齐思贤文言大喜道 弟子谨遵法旨 只求娘娘不要失信 说完咚咚咚磕了几个响头 在一抬头时 发现眼前的神像不见了 自己依旧躺在书房里 原来是一场梦 回忆梦中情形 这难道是宋子娘娘显灵 可若是一言忏悔 便要舍去大部分家产 到时候当真生的个孩 那倒也罢了 但要是万一只是个梦 岂不是得不偿失 正有些拿不定主意 可转念又一想 偌大的家产 反正也没有后人继承 与其死后被旁人瓜分 还不如在自己手里散去 逐一打定 次日来到静氏跪下拜道 成蒙娘娘教会 弟子当一一遵循 就从今日开始做起 请娘娘看着 拜完后来到大厅 叫下人召集来 所有店户当面吩咐道 从今以后 你们租粮全部减免五成 先前还有欠的也一律免了 众人一听 只觉难以置信 只待其死贤叫人 拿出先前的欠跳 当着大家伙的面一把火烧了 这才相信他说的是真的 一个个忍不住欢呼雀跃 喜不自胜 纷纷败谢不止 其死贤又吩咐道 以后地方上凡是吃不上饭的 读不起书的 死了没棺材收敛的 老了没人赡养的 都可以来跟我说 只要查实是真 我都会一一周记 若是地方上要修路造桥 兴建学堂 但凡有利于民的事 只要没人假公祭司 我都会捐钱资助 劳烦列位各处宣扬一下 自此以后 齐思贤家门口每天都挤满了人 不是来求米下锅 就是来讨医遇寒 又或者是来募款契路修桥 至于那些画园的出家人 乞讨的教花更是一拥而来 数不胜数 齐思贤谨记宋子娘娘的话 不可被人哄骗 所以装装件件都要反复查证 何查是真才施舍于他 来的虽说大部分都是真穷 但也不乏一些不知廉耻之徒 抱着有便宜 不占白不占的心理 弄虚作假 齐望蒙混过关 却都被齐思贤救出来赶走 再不准他们上门 如此行善积德一年多 有个小妾果然害其喜来 齐思贤喜得眉开眼笑 一有空就守在他身旁 把那小妾当菩萨一般供了起来 地方上都晓得齐思贤 之所以会做善事 完全就是为了求子嗣 如今见他有了应验 众人便开始狮子大开口起来 起初只要讨得一分几钱 便乐不可知 如今一张口 少则论时 多则论百 若是得不到满足 竟甩手而去 看那架势 好像齐家生不生孩子 全要仰仗他们一般 属实可笑 他们这般想 却不知道 齐思贤也打起了小算盘 起初散财行善 一来是因为做了那个梦 二来是因为自己 无儿无女 钱财留也留不住 如今小妾有了身孕 心里难免愁愁起来 暗自寻思道 不管将来生的适而适女 终究是我的骨肉 难道不留些财产给他吗 娘娘也是明理的 既然送个孩儿给我 总不至于叫他以后 喝西北风吧 况且 我的家产也散去十之二三 就此收手了吧 想来娘娘也能谅解 从此以后 关了大门 不再施舍 与当初散财时的欢声震天不同 如今是怨声载道 一些不知感恩的人 便愤愤诅咒道 他那孩儿只怕是生不出来 不是小产就是胎死腹中 到那时 只怕懊悔也来不及了 人心好可怕 好在这些诅咒并没有应验 等到十月分娩 孩子孤孤坠地 齐思贤守在门外 听得婴儿瓦的一声哭 便连忙大声问道 是男孩还是女孩 过得半晌 不见接生婆回答 心里好声狐疑 正要在问 却见一个丫鬟打开门道 接生婆婆请老爷说话 齐思贤跟着丫鬟走进房里 还没开口 那婆子便问道 请问园外 这个孩子你留还是不留 齐思贤大惊道 你这话好生奇怪 我五十来岁的人了 盼星星盼月亮 才得这么个孩儿 岂有不留之理 是男孩还是女孩儿 婆子道 不是儿子 齐思贤道 女儿也好 婆子又道 也不是女儿 这下齐思贤愣住了 我做了一辈子接生婆 从没见过这样的孩子 还是请你自己看吧 接生婆说完 把婴儿递给了齐思贤 带她接过后又道 养不养随你 说完竟出门走了 齐思贤抱着孩子 往当步一看 不觉脑子嗡的一生 险些昏厥 只见这婴儿 四处凹不凹 凸不凸 男女生殖器都没有 简直就是逃出阴阳之外 介乎男女之间 但不管怎样 总不能将她掐死吧 齐思贤把婴儿交给丫鬟 出门来到静时 跪在神像跟前哭诉道 娘娘 是你亲口许弟子的 叫我散财忏悔 保我有后 弟子一言做了 虽然 虽然 没有完全做到 但也舍去了十之二三 这么多银子 即便舍不得给我个儿子 给个女儿也好啊 为何叫我 生出这么个不阴不阳的东西 当晚 齐思贤又做梦了 梦中 宋子娘娘对她说道 你将就打发我 我也将就打发你 要怪就怪你 自己言而无信 齐思贤又跪下来道 娘娘 是弟子失信 弟子知道错了 请问娘娘 可还有什么办法补救吗 宋子娘娘道 你若照着我的钱化作 许你的依旧作数 不过你要记住 行善积德 当有始有终 齐思贤还想问得明白些 那宋子娘娘却渐渐消失不见 她心里一急 当即就醒了过来 原来又做梦了 那一年恰逢百年难遇的旱灾 清河镇境内赤地千里 农户颗粒无收 齐思贤便吩咐下去 免了店户当年的租粮 家里没吃的也可以到他家里来领 另外又吩咐下人在门口搭起棚子 熬粥救济鸡民 过的一段时间 鸡民越来越多 仓里的粮食就要消耗殆尽 齐思贤便派人到全国各地高价购买粮食 接连施舍了几个月就活的鸡民不计其数 他家的家产也耗去了十只五六 道德第二年 清河镇又突然闹起了瘟疫 食人染病 侥幸能活下来的不过两三个 那薄皮棺材从一两一口卖起 最后涨到了五六两一口 许多人家因卖不起 死去的亲人无法收敛 齐思贤便出资购买了大量木头 找来许多木匠 叫他们日夜赶制棺材施舍 又派人到各处请明医 买药材 请来的医生就养在家中 许以重金 要他们竭力救治病人 这场瘟疫持续了几个月 等平息下来后 齐思贤的家产也所剩无几 说起来那孩子如今也一岁多了 只是齐思贤这个当爹的原本心里厌恶 又加上先前忙于赈灾 之后又遇到瘟疫 所以自生下来后还没去看上一眼 抱上一抱 如今得了闲 心里有些过意不去 便准备去看看 才走到小窃房门口 一个丫鬟便急急忙忙地从里面走了出来 手里正抱着孩子 见了齐思贤忙道 老爷来得正好 我肚子疼 你先帮我抱一下小少爷 说完将孩子往他手里一塞 转身朝毛侧跑去了 齐思贤低头看着自己的骨肉 见小家伙生得浓眉大眼 鼻指口方 只可惜呀 正感叹时 突然觉得手上一热 原来是小家伙撒尿了 见丫鬟迟迟未来 孩子又开始哭闹 齐思贤寻思反正是热天 干脆把强褒解开 不包了 眼睛不自觉地瞄了一眼当步 顿时惊地尖叫起来 起初还以为自己眼睛化了 再一细看 忍不住哈哈大笑起道 我有儿子了 快来看 我有儿子了 家人们听到喊声 纷纷来看 一看之下 无不择择称奇 原来这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 竟然长出了小丁丁 得偿所愿的齐思贤 拜谢了宋子娘娘 此后 虽然家境大不如前 但依旧尽其所能的福威祭品 积德行善 那孩子也慢慢长大 一直无病无灾 读书也聪明 十八岁 变中了近视 作官后将齐思贤接到身边 遗养天年 凡事毕恭毕敬 是个远近闻名的大孝子 院外响起脚步声 躺在逐以上晒太阳的马老太 被惊扰 他颤颤巍巍坐直身子 叫住路过的高寿老者 老者身着青步长衫 背着个破旧的药箱 一副江湖郎中打扮 听见有人叫 捋着山羊湖 不紧不慢地走进院内 嘴里念念有词 爹打损伤一贴见笑 疑难杂症要到病除 不知老夫人要买点什么 马老太拄着拐棍 凑过去压低声音问道 我说 郎中 你这里可有那个 和欢散啊 老者有些惊愕 邪言打亮着马老太 满脸的不可置信 马老太老脸一红 显得有些不悦 提高音量说道 你就说 有没有 卖不卖吧 有 有 卖 卖 离开的时候 老者还有些迷糊 这老太太 已经满头银丝 少说 也有五六十岁 怎么会买这种药呢 但转念又想 自己卖药 人家付钱 当场交易 货款两期 至于他买去做什么 和自己又有什么相干 至交好友 清朝年间 徐水镇十字街集市上有两个小贩 当中一个卖菜 叫周通之 另一个卖肉 叫马三 周通之是个落魄子弟 年幼时锦衣玉食 呼奴唤壁 怎奈父辈吃喝嫖赌 挥金如土 诺大的家业被败了个精光 到他这代 已是入不敷出 好歹娶得个媳妇 如今小两口和母亲一家三人 全都指着他第三下四卖菜度日 这样的出身 自然不受其他人的待见 曾经那些在周家面前摇尾起怜的人 也许是想要在落魄的周少爷身上 找回丧尸的自尊 每天变招法地欺辱他 排挤他 见富贵而生产荣者 最可耻 欲贫穷而作交代者 见莫慎 屠夫马三自幼丧父 是母亲马老太 独自将他抚养长大 八岁的时候 马三不幸被疯狗撕咬 虽然得以保住性命 左脸却留下触目惊心的疤痕 成了人见人增的怪物 成年后 为了养活老母亲 马三干起杀猪卖肉的营生 出道集市的时候 他也是别人眼中的异类 好在最后终于站稳了脚跟 所以当马三看到周通之被人欺辱 就像看到当初自己被人指指点点时的情形 同病相连 于是尽其所能地维护周通之 帮助他在集市立足 很快 两人成为至交好友 难题 马老太操劳一生 好在儿子马三成器 能吃苦耐劳 这些年靠着起早贪黑杀猪卖肉 慢慢攒下一份殷实的家业 晚年衣食无忧 生活富足 只是他有个心病 儿子马三因面容被毁 谁见了都要倒吸一口凉气 他的婚姻大事变成了头等难题 能够独自将儿子抚养成人 马老太自然不是一般的农夫 眼看自己日渐年迈 一个计谋逐渐在他心里生根发芽 这天 马三还未收贪 邻里有人气喘吁吁跑来带话 说马老太突发疾病 晕倒在院子里 马三十分孝顺 文言立即撇下买肉的主顾 飞奔回家 马老太已经被左邻右舍抬到床上 只是气若游丝 奄奄一息 马三挂着泪痕 转身出门将郎中请来 一番望 闻 问 切 郎中摇摇头 叹气道 游进灯窟 药时无衣 顶多有个把月活头 尽早准备后事吧 送走郎中和邻里 马三跪在母亲的床头 早已是泪如雨下 马老太悠悠行转 伸出枯树皮一般的手掌 抚摸着马三的脸颊 有气无力地说道 儿啊 生老病死 人力所不能为 不必过于悲伤 只是看不到你娶妻 老婆子死不明目啊 说吧 一行灼泪从眼角滑落 马三心如刀脚 他何尝不想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 只是自己这副面孔 哪有姑娘看得上 如今 母亲命在旦夕 自己生为人子 难道要让他含恨而逝吗 戒期 母亲卧床不起 马三要留在家里侍奉 每天只去集市卖半天肉 周通知这天见他愁眉不展 心事重重 于是询问起缘由 马三正愁苦不已 于是便将老母病重 希望在临死前 看到他娶妻的事说了一遍 周通知皱起眉头 说道 亦是半会儿的 想要找个媳妇 可不容易 随即又道 敢问马兄 伯母还有多少时日 郎中说了 顶多个把月 周通知眯起眼睛 沉吟片刻 凑到马三耳边低声道 这样啊 小弟倒是有个法子 这段时间 马兄可以找个女人假扮妻子 让伯母开开心心地走 虽说这不过是权宜之计 却也是马兄一片孝心啊 马三文言先是大喜 随即又紧锁眉头 哭丧着脸 说道 这倒是个办法 可是这冒牌的媳妇 我还是没地方找啊 周通知意拍胸脯 不容置疑地说道 正所谓 兄弟如手足 女人如衣服 如今 马兄遇到难题 做兄弟的自当鼎立相助 义不容辞 魂家柳氏为人善良 又很会哄老人开心 小弟回去说一声 把他借给马兄一段时间 若是能哄得伯母安心而去 也算是功德一见 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 马三对周通知事感激涕零 千恩万谢 只差当场跪下磕头了 但戒期一事实在太过荒唐 周通知虽然说得异常 轻松 只怕坐起来 却并非一事 想到这里 马三又担忧起来 说道 这 岂不是难为弟妹 周通知摆摆手 摆出一副 为朋友之情 兄弟之意 上刀山下火海的架势 半真半假地说道 没什么好为难的 只是有一点 我媳妇可是马兄的弟妹 可不能对他有什么想法呀 马三当即指天发誓 保证绝对不会对周通知妻子产生非分之响 又从案板割下几斤猪肉 连同当日卖得的碎银铜板 一股脑塞到周通知手里 说道 大恩大德 无以为报 些许心意 请周兄弟先拿着 带家母安心走后 自当还有重谢 周通知嘴里连声说着 使不得 使不得 双手却将马三弟过来的东西 稳稳接住 脸上洋溢着笑容 当晚 周通知回到家中 把事情和妻子合盘拖出 起料 向来逆来顺受的柳氏 却勃然大怒 声泪俱下地怒斥道 把媳妇借给别人 亏你想得出来 周通知黑黑一笑 把那块猪肉 重重地往桌子上一放 又从怀里掏出 零零碎碎的银子和铜板 沾沾自喜地说道 瞧瞧 这人还没借过去 他就给了这么多东西 这次要真帮了他 保管以后好处多多 咱家卖菜 可挣不了几个钱 想想 我们有多久没沾油荤了 只是周通知费尽唇舌 好说歹说 柳氏的心中 却尚存有礼义廉耻 说什么都不答应 夫妻俩争执起来 周通知的母亲 周老太也被他们的吵闹声惊动 要说周家落魄到如此地步 可周老太仍旧端着大户人家的架子 稳稳端坐在椅子上 目光炯炯地扫视着跪在地上的夫妻二人 沉声问道 大呼小叫 成何体统 说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 周通知必重就轻 说道 回禀母亲 孩儿只是要他半件小事 谁知这雕妇却推三阻四 说什么也不肯 有事正代分辨 却听周老太不音不扬地说道 自古以后 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夫要父亡 父不得不亡 媳妇 通知他可是你的夫君 他让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这才是做妻子的本分 可是婆婆 她要我 住嘴 听不懂我说的话吗 我不想知道通知到底要你做什么事情 总之你这个做妻子的 任何时候都不能围拗自己的夫君 我 柳氏欲言又止 万般无奈 只得叹息一声 转头看着自己的丈夫 含泪说道 罢了 罢了 既然如此 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依你所言就是了 何欢散 次日傍晚 周通知亲自将柳氏送到马三门口 回去的时候 手里拎着肉 怀里揣着钱 脚步无比轻快 马老太躺在床上 看见马三领着个条顺盘量的女子走进来 顿时精精洗万分 差点忘记自己是病入膏肓的病人 险些从床上蹦了下来 马三扯了个谎 就说柳氏是外地人 来此寻心不着 刘洛在此无依无靠 见马三老实 愿意跟他过日子 自打柳氏进门 马老太的眼睛就没有挪开过 喜欢得不得了 不管马三 怎么劝 非要挣扎着起身给准儿媳做饭 晚饭十分丰盛 鸡 鸭 鱼 肉摆了满满一桌 席间 马老太频繁地给柳氏夹菜 生怕他饿着了一般 喜爱之情异于言表 这让柳氏既有些别扭 又有些感动 吃了一会 马老太从里屋拿出一个酒壶 分别给二人倒满 眼泪开始往下掉 长叹一声说道 我这把老骨头 说不定明天就咽气 就希望你们提前喝个交杯酒 了却老婆子的心愿 让我死前也高兴高兴 见母亲如此 马三十分伤感 转头用商量的口吻 询问柳氏 你能喝点不 柳氏本来就心软 在这种情形之下 看着马老太可怜巴巴的目光 看着马三近乎哀求的眼神 他更加不忍心让老人失望 也不愿马三难堪 虽然心中万分纠结 但还是轻轻点了点头 只是一杯酒下肚 柳氏只觉天旋地转 燥热难当 之后便如坠云端 飘飘然不知身在何处 听着屋里的动静 马老太咧嘴一笑 背着手夺着步子 朝着自己房间走去 自言自语道 这和欢散果然有奇效 把生米煮成熟饭 免得夜长梦多 原来 马老太一直都在装病 他买通郎中 谎称自己时日无多 为的就是逼马三一把 要他将娶媳妇的事 放在心上 那日马老太忽然心血来潮 拉下老脸从江湖郎中那里买来一包和欢散 其实当时他也不知道买来干嘛 谁曾想今晚竟派上了用场 马老太打定主意 只要二人有了姬父之亲 夫妻之时 这媳妇就多半不会跑了 回到屋里 这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又叹息起来 也许 即使这一切都是为了儿子的终生大事 但使用如此下作的手段 他心里也并不好过吧 日久生晴 四日早上 一缕晨光照进屋里 马三和柳氏几乎是同时醒来 睁开眼的一瞬间 俩人都惊慌不已 原以为只是场春梦 可眼前的情形 告诉他们 这是真的 短暂的愣神过后 马三愧疚难当 爬下床连连告罪 柳氏脸颊飞红 眼泪已无声滑落 然而 目已成舟 无奈 俩人只得达成协议 装着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绝不能让周通知知道 之后的日子 他们依旧在马老太跟前 假扮恩爱夫妻 到晚上 却一个睡床 一个睡地铺 再也没有余力 转眼 一个多月过去了 马老太的病 已经完全康复 身体也越来越好 马三和柳氏 只得继续假扮下去 好在周通知乐的每天有肉吃 有钱拿 压根不提接妻子 回家这茶 如此又过了两个多月 柳氏意外发现自己怀孕了 一夜欢月 以至朱胎暗节 柳氏又喜又忧 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他发现马三人 长得虽然难看些 心地却很善良 对他也十分体贴 马老太就更不用说了 从不摆婆婆的架子 婆媳俩每天一起做饭 一起做针线活 凡事有说有笑 有伤有量 偶尔觉得困乏 柳氏想赖床睡个懒觉 马老太绝不会冷言冷语 指桑骂怀 反而会张落一桌子的饭菜 等他睡醒就能吃 若是有点头疼脑热 马老太对他也是嘘寒问暖 呵护备志 这在周家是绝不可能的 即便卧病在床 早晚都还得咬紧牙关 给婆婆请安 家里的事情 也是他一个人操持 稍有懈怠就会挨骂 在周家 他更像是一个奴婢 日久生情 人心换人心 如今 柳氏已经喜欢上了 现在的生活 他不想回去了 夜里 他说了自己怀孕的事 马三被吓了 手足无措地说道 完了 完了 这叫我怎么给周兄弟交代呀 柳氏羞的满脸飞红 出言安慰道 不必太过担心 马大哥 你对我好 我 愿意和你做 真正的夫妻 咱们离开这里 把孩子生下来 以后 好好过日子 马三大喜 经问道 此话当真 柳氏含羞点头 卫生 周通知很郁闷 马三一家突然连夜搬走 不知所踪 他借出去的妻子柳氏 也一同消失 好在马三做事 还不算绝情 托人送去大笔钱财 算是给他的补偿 周通知用这笔钱 另娶一房妻子 操办完婚事后上有结余 只是新娶的 这位刁蛮任性 每天把家里闹得鸡飞狗跳 终日不得安宁 时至今日 周通知这才想起 温柔体贴的柳氏有多好 只可惜 为时已晚 再说马老太 不带孙子出生便突然离世 这或许是上仓对他的惩罚吧 毕竟 为了帮儿子谋夺妻子 他用的手段实在太过卑鄙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不管理由多么的冠冕堂皇 倒是马三和柳氏 阴差阳错走到一起 仿佛这就是天意 他们终生没有举办婚礼 但这并不妨碍俩人白头偕老 恩爱一生 故事发生在明朝时期 在福安县丰台镇的地界 有一个名为张各庄的小村落 原本平静的村庄最近却发生了一件怪事 弄得人心惶惶 事情发生在一个月前 在村里有一个名为王老三的猎户 这天王老三和几个同伴一起上山打猎 早上便出发了 但直到深夜仍然是没有回来 王老三的妻子张氏极为的担忧 便急忙出门打听 结果与王老三同行的几人早已回到了家中 唯独王老三一人迟迟未归 这下可把张氏吓得够呛 于是乡亲们纷纷出洞去山里寻找 很快大家打着火把便出发了 据那回来的几人所说 他们一上山便分开打猎去了 像以往一样 谁若是捕到了猎物便会先行离去 莫非是这王老三遇到了什么危险不成 想到这里 大家脚下的步伐更快了一些 很快便来到了后山 大家为了保险起见 分成了十个小队 分不同的方向前进 一个时辰之后便回到此处集合 分好之后 乡亲们便赶紧进山了 由于光线黑暗 这后山的道路也是极为崎岖复杂 所以想要在此搜寻一个人很是费力 乡亲们大声地呼喊 希望王老三听到后能够做出回应 很快一个时辰变过去了 大家纷纷回到了原地 表示根本就没有发现 这可急坏了张势 此时村长便站出来说道 如今天黑视线不好 寻人很是不便 不如我们先回去休息 带到天亮之时来此集合 再次进山寻找 听到村长的建议 众人也是点了点头答应了 随后便一起回到了村中 突然一声尖叫从前面传了出来 快看 王老三回来了 张势文言浑身一颤 便赶紧跑到前面确认 发现自己的丈夫果然回来了 张势急忙上前查看 发现丈夫浑身都是泥土 于是他开口询问 老三 你这是去了哪里呀 为何现在才回来呀 可是王老三却表现得十分木讷 好似没有听懂妻子的问话一样 见状张势内心一紧 丈夫回事回来了 莫非是受到了什么刺激 便傻了不成 张势不知所措急忙朝着村长求助 村长思考了片刻便说道 老三恐怕是今天受到了刺激 你先不要着急 让他先好好休息一天再做打算 张势一听 也有道理 于是便搀扶着丈夫回屋休息去了 村民们见状也都放下心来 便各自回家了 不料第二天又是发生了一桩怪事 张势为了给丈夫押惊 便出门去买了一只老母鸡回来 张势从院中劈砍了一些柴火回来 却发现买的鸡不见了 于是他便赶紧寻找了起来 就在他推开房门的时候 眼前的一幕却把他吓得瘫倒在地 只见王老三正蹲坐在地上 手里抓着一只老母鸡不断地撕扯着 鸡血撒满了一身 模样甚是吓人 等到张势缓过神来 他急忙朝着门外跑去 很快村长一行人便跟随张势来到了家里 当他们看到屋里的一幕 也是吓了一跳 见多识广的村长不禁说道 看老三 这模样不像是得了怪病 大概是中邪了 众人文言皆是一愣 得病了还可以找郎中 这中了邪可怎么办呢 就在此时村长有开口道 我听闻在镇里有一个赶尸匠名为六叔 若是能请他出手想必可以解决 文言张势内心一喜 便询问了六叔的住处 随后张势便急忙前往 听闻六叔孤身一人 相貌极丑 而且脾气喜怒无常 不禁让张势内心担忧 因为六叔的职业 因此没有人愿意和他做邻居 大家见到他都要躲着走 生怕沾染上没运 因此六叔便搬到了山脚下 自建了一间茅草屋 很快张势便来到了茅草屋前 他满心担忧地上前叩门道 请问是六叔家吗 片刻之后 一个麻衣老者便打开了门 见到张势在门外等后便开口问道 你是何人 所谓何事 张势急忙把丈夫的经历说了出来 然后便内心忐忑地等着六叔回话 只见六叔轻轻捋着胡须说道 如此我便与你走一趟吧 听到六叔答应 张势极为的兴奋 于是便带领着六叔回到了村里 此时村长早就在村外等候多时 见到六叔到来 村长急忙上前行礼 六叔随意地摆了摆手 然后便跟随张势朝着家中赶去 见到村长行礼 乡亲们纷纷大惊 其实只有老一辈的人才会明白 赶尸将的神秘和强大 此时六叔已经来到了王老三的面前 为了防止王老三出事 乡亲们便将他绑在了床上 六叔是一众人将他松绑 随后又令人将他的外衣退去 通过一番检查 六叔终于在王老三的侧身 寻到了一处伤口 伤口虽然很小 但是已经开始化浓 周围的表皮都变得十分的坚硬 不似是人的皮肤 六叔缓缓地说道 幸亏你们发现得及时 若是在多些时日 这王老三怕是彻底没救了 文言众人皆是一惊 只听六叔又说道 给我取些糯米过来 速度要快 很快 糯米便到了 六叔说道 把他按住 绝对不要松手 随后一群人便上前将他压在了身下 只见六叔抓起了一把糯米对着王老三的伤口 就按了上去 只见一阵阵的白烟从那伤口冒出 同时王老三便剧烈地挣扎起来 似是十分痛苦的样子 压在上面的乡亲内心很是吃惊 没想到这王老三竟然力气这么大 他们五六个人 这才堪堪能压制住他 很快随着白烟的消失 王老三的惨叫声也是停了下来 此时大家发现王老三已经昏迷了过去 想必是承受了极大的痛苦 此时六叔说道 让他好好休息几天便可以恢复正常了 文言大家终于是松了一口气 张氏更是内心感激地跪倒在了地上 六叔轻轻地将他扶起说道 区区小事不必如此 待到他醒来再来通知我 于是六叔便在村长的带领下前去休息了 一夜之后 王老三终于是恢复了神志 张氏健壮急忙去通知了六叔 六叔和村长等人闻讯而来 王老三得知是六叔救了自己 便挣扎着想要起身向谢 却被六叔拦了下来 六叔问道 你且把之前的经历都说出来 莫要遗漏 只见王老三的脸上露出了恐惧的神情 随后便回忆道 当时我去山里打猎 就在路过一处坟地之时 突然一具死尸出现在了我面前 我躲闪不及便被他咬伤了 随后幸亏我挣脱了束缚这才逃走了 随后我便没有了意识 文言众人皆是一惊 六叔也是面容严肃 思考片刻之后 他才说道 那尸体想必是被人控制的 这些时日不准在上山打猎 我独自进山去一探究竟 听到六叔的话 乡亲们都是内心感动 没想到六叔竟然为了他们以身试险 于是村长便带头对着六叔跪拜起来 待到第二日 六叔便在众人的注视下进到了山里 由于王老三也不记得那坟地是在何处 六叔只好是自行寻找 六叔在山林中不断地地穿梭着 他寻找了很多的地方都没有发现有何异样 更没有发现王老三所说的坟地 眼看天色就要黑了 六叔便打算找一处山洞先做休息 因为到了晚上的山林会有很多野兽出没 因此为了安全六叔只好先躲藏起来 就在他路过一处密林之时 却发现前方似乎是有一处房屋 不禁让六叔一喜 没想到在这深山之中还有人家 于是他便想着前去借宿一晚 很快六叔便来到了屋前 这屋子外观很新 想必是一处新房 于是他便轻轻叩门 片刻后房门打开 只见一个阿婆正在煮着拐棍望着他 六叔说道 在下路过此地 见天色一晚想要 借宿一晚 不知可否 阿婆笑道 相逢便是有缘 贵客还请进来休息片刻 老婆子 我这就去准备饭菜 见到阿婆如此热情 六叔也是心中一暖 便来到了屋内 屋中很是简陋 只有简单的一些桌椅和木床 阿婆安排六叔坐下 然后便去准备饭食去了 很快 阿婆便端着饭菜而至 六叔与阿婆围坐在桌上 六叔问道 不知你为何一人住在此处 阿婆说道 我那丈夫去世的早 我膝下也没有儿女 这才搬到了这里图个清净 文言 六叔也是微微点头 随后六叔便夹起饭菜 吃了起来 在这深山里 能够吃到如此可口的饭菜 实属一大幸事 六叔对阿婆心中很是感激 可就当阿婆收拾碗筷之时 六叔突然发现阿婆的左手 竟然是一片漆黑 不似凡人的手臂 阿婆见到手臂展露 急忙掩饰 可是六叔早就发现了端倪 六叔起身 一脸严肃地看着阿婆说道 你究竟是何人 那鬼术又是从何处修得 文言 阿婆浑身一颤 随后便叹道 本不想与你为敌 为何你却要找上门来呢 说罢只见那阿婆左手结印 突然两句死尸便从屋外闯了进来 六叔见状便知道这幕后的一切都是因他而起 便与这两句死尸站在了一起 通过与死尸战斗 六叔慢慢地发现这阿婆的手段与他的手法极为的相似 不禁大惊道 你也是赶尸人 阿婆说道 正是 所以我并不愿与你为敌 若是你现在退去 我可以放你离开 六叔却怒喝道 身为赶尸人 却偷学尽数危害人间 我怎能放过你 只见六叔从怀里掏出了一个灵档 随后口中咒语轻出 只见两道金芒从灵档内骤然射出 瞬间那两句死尸便被钉在了原地 阿婆见状内心大惊 她没想到六叔竟然还有如此密宝 便挣扎着想要逃跑 可是六叔哪里会放过他 没有了死尸的保护 六叔很快便将阿婆控制住了 哪料阿婆却嘶吼道 你我同事赶尸人 我们为他们做了多少 可是别人是如何对待我们的呢 他们嫌弃我们的身份 将我驱赶出了村子 让我无家可归 凭什么我们不能反击 文言六叔也是重重的一探 是啊 他们赶尸人是积德造福的职业 不仅将尸体安然地送回祖地 还能度化死者的灵魂 却被一些无知的小辈给坏了名声 因此受到了不公的对待 也导致没有人再愿意学习这门手艺 六叔说道 即便如此 你我二人也决然不能忘记赶尸人的殉择 你已经违背了尸门的道义 今日我必定要清理门户 就在六叔即将出手之时 门外突然闯进来了殉多村民 那为首之人正是村长 村长连忙说道 还望六叔手下留情啊 我自幼便听闻家中长辈说赶尸将的故事 因此才知道赶尸将的不义 我们愿意赡养这位阿婆 来弥补之前的过错呀 闻言六叔也是停了下来 他望向瘫倒在地的阿婆 只见阿婆已经是泪流满面 看来他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于是六叔内心一软便答应了村长的要求 自此以后村长便将阿婆接到了村里好生赡养 就连六叔也留在了村里 村中的年轻人也慢慢地了解到了赶尸的意义所在 纷纷选择学习赶尸之术 让六叔和阿婆极为的欣慰 自此村里一片的祥和与安宁 六叔和阿婆身为赶尸人 他们所做的都是夺人积德的好事 不料却被后世之人给扭曲了事实 因此阿婆才做出了如此的傻事 最终幸亏村长及时地醒悟 这才有了如此完美的结局 其实每个职业都有着它存在的意义 缺少了哪一种都不行 所以我们要以平等的眼光去对待不同的职业 莫要让背后付出的人觉得心寒 只有相互理解 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更加和谐 明朝末年 在锦州大河镇里有一个年轻人 名为周来顺 天生一股子神力 在这村里很是出名 奈何家境太差 到现在都没有娶上媳妇 周来顺自幼便失去了父母 多亏了周围的邻舍照料 时不时地给他些吃食 这才顺利地长大 因此周来顺对村民们很是感激 谁家若是有困难 他总会伸出援助之手 周来顺在乡亲们的推荐下做了挑夫 仗着自己力气大 一个人能顶三四个人时 因此很多雇主都愿意找他做工 虽然周来顺利大如牛 但是这饭量也是常人的数倍 因此赚来的银两几乎都被他吃进去了 到现在家中也没有攒下点积蓄 村里的姑娘见他家中一贫如洗 担心自己嫁过去过苦日子 所以谁都不愿意嫁他为妻 周来顺心中也是无奈 看来自己这辈子是娶不上媳妇了 除非有愤好的机遇 也许是上天看他可怜 还真就给了他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那天下午 周来顺早早地便做完了工活 见到天色还早 便打算再去集市上碰碰运气 可就在他到了集市一看 只见一大群人正围聚在一起 不知道在做什么 于是周来顺便走上前去查看 只见在人群之中正有一个老者高声呐喊 老者说道 我乃王家管事 我王家需要招三名长工 希望大家踊跃报名 则身强力壮者优先录用 待遇可是外面的三倍 文言所有人都是内心激动 这王家可是镇上的首富啊 若是在王家做工 不仅挣得多 那说出去也长面子啊 于是大家纷纷争先恐后地去报名了 管事见状也是微微一笑 便说道 大家不要急 我王家恰好有一批货物需要搬运 报名的人随我前来 谁的成绩突出 我王家自会留下谁 话音落下 众人皆是鼓起了干劲 都打算好好地表现自己 能够留在王家 随后众人便跟随管事来到了王家的仓户外 只见这里面全都是一袋袋的粮食 按照管事的说法 只要将这些粮食全都搬到指定的粮仓就可以了 于是便有人率先冲了进去 扛起粮食就朝着外面跑去 有的人平日里能扛起一袋 这时候也是用出了吃奶的劲 扛着两袋出去 希望能够比别人更突出一些 看到这考验 周来顺不禁心中一喜 只见他轻轻用力 便是扛起了四袋粮食 而且跑起来还剑步如飞 这点重量 对他来说 简直是小菜一碟 周来顺的表现一下子便将王家众人吸引住了 管事更是拍手叫绝 还对着下人吩咐道 去给我查查这个小伙子的资料 如此神力 我王家定然要留下他 等到粮仓清空之后 大家全都是累得气喘吁吁 汗流加倍 唯独周来顺站在里面犹如鹤立鸡群一般 呼吸似乎都没有改变 于是管事当场便宣布录用了周来顺 随后又在里面挑选了两人成绩优异的 算是完成了这次的招人 随后周来顺等人便跟随管事来到了王家 领好了衣服 分好了住处 这就算是王家的人了 周来顺很是珍惜这次机会 因此在王家干活十分卖力 甚至还得到了王源外的亲口夸赞 让他心中激动不已 可是后来 一个意外的出现 却彻底地改变了他的命运 这天周来顺从王家出来 需要去十里之外的粮铺帮忙 可就在他路过集市的时候 却是见到了令他无比气愤的一幕 只见几名男子正将一个姑娘挡在身前调戏 那姑娘不断地求饶 希望几人放过他 可是那几人却是笑得更厉害了 周围的乡亲们也是一脸的气愤 不过谁也不敢上前阻止 似乎里面有他们不敢招惹的存在 周来顺却顾不了那么多 他心地善良哪里看得过这种事 便上前一把推开了几人 将那女子挡在了自己身后 周来顺怒喝道 光天化日之下 你们几人竟敢在此调戏梁家女子 就不怕将你们抓去坐牢吗 那几人本来有些生气 但是听了周来顺的话 纷纷大笑了起来 如此举动让周来顺也是疑惑不解 只见那其中一人说道 我当是哪个英雄好汉来了 原来是个傻小子 你也不去打听打听 这镇上谁敢管我们王公子的事 文言周来顺不禁一愣 便试探地问道 王大少 可是那王源外的儿子 听到周来顺的话 其中为首的那人便笑道 没错 正是本少爷 敢管我王富贵的人还没有出生呢 你又是哪家的大少爷呀 说霸己人又是一番大笑 此时周来顺也是心中一惊 他早就听闻王家少爷是个纨酷子弟 只不过一直没有见到 没想到竟然在今天遇到了 不过他并没有后悔自己的做法 只见他拉着女子便要离开 不愿再与他们缠斗 可是王大少却是一白手 让手下将他们围了起来 王大少一脸阴沉地说道 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给我往死里打 于是几人便与周来顺打成了一团 谁知那周来顺利大如牛 仅仅几个回合便将他们打趴下了 最终便扬长而去 那王大少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 便怒喝道 给我茶 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来头 周来顺一路护送着女子回家 通过交谈周来顺得知此女名为东乡 他的母亲早早地便去世了 父亲便给他找了个后母 可是这后母对他很不待见 总会故意地刁难他 等到了家中 当东乡将今日之事告诉了家人之后 只听他的后母一脸气愤地说道 你这个小贱人 如今招惹了王家 可让我们怎么活呀 真是个惹祸惊 闻言东乡不禁可怜兮兮地望向父亲 想要看看父亲的态度如何 谁知他的父亲也是说道 你母亲说得对 这王家可招惹不得 既然那王公子看上你了 倒不如你嫁到王家做个小妾 日后定是一片光明啊 听到父亲也是这个态度 东乡不禁一阵心痛 竟是直接扑到周来顺的怀里哭了起来 随后便坚定地说道 我这辈子只嫁给周大哥 别人我谁也不嫁 闻言周来顺也是心中气愤 没想到东乡的父母竟是如此小人 竟然想着牺牲女儿的幸福来保全自己 于是他便说道 伯父 伯母 我与东乡已经私定了终身 还请二老成全 谁知东乡的后母 却是一脸嫌弃地说道 你给王公子提携都不配 赶紧给我离开 可就在此时 一群人突然来到了东乡的家里 那为首之人赫然就是那王大少 只听王大少一脸戏谑地说道 没想到你小子竟然在我王家做工 不过从今天开始 王家便没有你的容身之地了 闻言周来顺也是一愣 不过他也没有因此委屈求全 反倒是一脸坦然地说道 你我理念不同 王家自然是容不下我 不过你也莫要张狂 多行不易必自闭 就在此时 东乡的后母突然跑上前来说道 您就是王大少吧 我家女儿无意得罪王家 若是王大少喜欢 我们愿意让小女嫁到王家为妾 闻言 王大少不禁大笑了起来 这便是他王家的威势 于是便点头道 既然如此 下个月我便来娶他过门 到时候银子少不了你们的 说完王大少便大笑着离开了 而东乡则是直接瘫倒在地 似乎是预料到了自己的结局 他不禁嘶吼道 即便是死也不会嫁给那王大少 见状父母也是眉头紧皱 想着这几日要好好劝说东乡同意 可就在这时 周来顺则是问道 伯父伯母 如何你们才会将东乡许配及我呢 只要你们提出条件 我一定会达到的 闻言东乡的后母则是说道 这也简单 只要你在王家之前拿出一百两的彩礼 我就把女儿嫁给你 听到这话 周来顺不禁一愣 一百两 这他要赚到何时啊 不过为了东乡 他也只好点头答应了下来 便与东乡约定好 自己一定会赶在王家之前来娶他的 如今他已经没了工作 第一步便是找个谋生的事情做 幸运的是 第二日他还真的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差事 在城里有一家肉铺招人 由于这屠夫太过劳累 而且说出去名声也不好 因此很少有人去做 可是周来顺却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自己这把子利器正好适合做屠夫 于是他去店里一室 当天便被选中了 这家店铺已经很多年了 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屠夫在此经营 他由于这个职业一辈子都没有娶到媳妇 如今已经老了 便想着找个传人 当他发现周来顺天生神力之后 便直接收下了他当徒弟 将自己的这一身本事都传给了他 周来顺便顶替了师父开始干活 让他惊喜的是 师父在得知他的事情之后 竟然直接拿出了多年的积蓄帮他提亲 周来顺心中不禁感动万分 可就在去提亲的时候 东乡的后母竟然再度加价 将彩礼翻了一倍 要二百两才会罢休 周来顺也是让他们写下了字句保证 于是便回去凑钱去了 可就在三日之后 东乡的后母突然找到了他 说是他们同意将女儿嫁给他了 为了不让那王大少惦记 便将婚期定在了三日之后 闻言周来顺也是激动万分 他终于能够娶到东乡了 他终于有媳妇了 想着想着 突然一股子恶臭袭来 周来顺定睛一看 只见一个老乞丐不知道什么时候 站在了他的面前 只见他两眼直勾勾地盯着自己摊位上的熏肉 哈拉子都快低下来了 周来顺见状也是开口道 老伯你要些什么尝尝呢 老乞丐指了指上面的熏肉没有作声 周来顺不禁摇头一笑 便用刀切了一大块递给了他 老乞丐接过熏肉便狼吞虎咽了起来 吃完之后这才说道 年轻人 我可没有银子付给你啊 周来顺笑道 老伯你放心 这不收钱的 我再给你切一块留着吃 说着就又给他切了一块 老乞丐接过熏肉后便打量了周来顺一番 随后便说道 年轻人 我见你这寿命只剩下三日了 你有大难将至啊 文言周来顺一惊 他知道有些高人喜欢云游天下 也许这老伯就是如此 于是他赶忙问道 赶问老伯可有破解之法呀 老乞丐说道 既然你我结下了善缘 我便赠你一张道符 到时候自会助你一臂之力 周来顺恭敬地接过道符 刚要道谢 却是发现老乞丐早就消失不见了踪迹 心中更是确定了自己的想法 转眼间便到了周来顺的大婚之日 这肉铺里里外外都透露着喜庆之色 周围的邻舍也都来此献上了自己的祝福 可是令周来顺奇怪的是 东乡今日却是一言不发 无论他说什么东乡都没有回应 带到周来顺一一送走了客人 这才晃悠着身子来到了洞房 他望着坐在床前的家人 心中也是激动万分 便满脸笑意地走上前去 就在他准备掀盖头时 不料一便突生 只见一把匕首突然朝着他的胸口刺来 而此时周来顺也是看清了此人 他不是东乡 而是一个消瘦的男子 眼看匕首就要刺到自己身上 突然周来顺的胸前金芒乍现 瞬间便为他挡下了这道攻击 而周来顺也趁机将此人控制了起来 而周来顺也是发现 这人似乎是被金芒射傻了一般 只要问他什么 他就会说什么 因此他终于是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这王大少怀恨在心 便勾结东乡的父母 打算设计来杀害周来顺 幸亏周来顺有高人指点 这才保住了一命 随后周来顺带着此人去报了官 有了他的指证 很快官府便抓到了王大少的作案证据 连同东乡的父母全都被抓进了大牢 受到了内应有的惩罚 后来东乡和周来顺终于顺利的结为了夫妻 二人一起经营着肉铺 过上了令人羡慕的幸福生活 故事发生在明朝末年 在晋县京阳镇内 有一个年轻人叫许贵生 他自幼跟随母亲逃难至此 乡亲们见母子俩 可怜便将他们留了下来 其实许贵生的父亲 乃是一个有名的商骨 不过后来因为得罪了别人 不仅生意一落千丈 还丢掉了性命 母子俩便是由父亲拼着性命护送出来的 母亲张氏性子柔弱 哪里干过体力活 如今家中只能靠他干活谋生 将张氏累得苦不堪言 不过为母则刚 即便张氏再苦再累 也不敢委屈了儿子 转眼间许贵生便长成了一个俊俏的小伙子 为了帮母亲缓解压力 许贵生从小便开始外出做工 后来在机缘巧合之下 拜师了一位木匠大师 学到了精湛的技艺 因此许贵生便在村里开设了一间木匠铺子 凭借着过人的手艺和低廉的价格 来找他做工的人是越来越多 名气也逐渐大了起来 母亲见到儿子有着如此成就 心中也是欣慰不已 便开始为他张罗婚事 在张氏看来 只有看到儿子成家立业 他才对得起自己死去的丈夫 可是许贵生向了许多女子 一个都没有重义的 这可愁坏了张氏 只因这些女子都是些贪慕钱财之辈 根本就不是真心与他相爱 所以许贵生宁愿独自一人 也不愿娶这种女子为妻 所以此事就暂时搁置了下来 殊不知后来的一件怪事 却让许贵生陷入了危险之中 不过也给他带来了一场姻缘 这天 许贵生正在家中做工 突然一辆马车停在了门外 只见一个白发老者 从车上走了下来 许贵生微微一愣 这马车如此滑贵 一看就是城里的大户人家 所以他连忙迎了出去 许贵生恭敬地问道 不知老伯来此所为何事啊 老者说道 我乃是城里里家的管事 早就听闻许木匠记忆非凡 特地来请许木匠进城做工的 闻言许贵生心中大喜 这里家他早就如雷贯耳 可是城里一等一的富贵主 特别是那里园外 原本只是个穷酸秀才 不料在前两年高中探花 被知府大人看中 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可谓是一跃成龙 令人羡慕不已 许贵生赶忙答应道 城盟管事看得起 小子这就收拾家伙过去 许贵生连忙回到屋内收拾工具 并将此事告诉了母亲 母亲得之后也是激动不已 连忙嘱咐道 而啊 去了之后一定要用心做工 莫要粗心大意了 若是此次做得好 对你以后的路 可是有很大帮助的 许贵生点头道 娘我知道了 这一走少说也要三两日 您自己在家可要照顾好自己 说罢许贵生便随老者上了马车 约末半日之后 终于是来到了李家 许贵生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阔绰的宅院 不由地感叹 这李家还真是家大业大 这可是多少人做梦都得不到的财富啊 很快在管事的带领下 许贵生便来到了一处闲置了很久的偏院 以至于这房屋都有些破损了 管事嘱咐道 许木匠 就是这里了 我李家近日要招收一大批家丁 所以老爷才令我将这房屋好生修缮一番 还请许木匠尽力而为 莫要让我被老爷责罚呀 文言许贵生便应道 管事放心 小子定然不是那偷奸耍华之辈 此处就交于我吧 最多五日我便能这房屋修缮好了 管事大喜 又为许贵生安排了住处 随后许贵生便连忙开始做工了 要说这里家还真是财大气粗 就连下人住的地方都用如此昂贵的木材 那里园外还真是娶了个好媳妇啊 一直忙碌到夜里 劳累了一天的许贵生随意吃了点饭菜就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 许贵生却被一阵奇怪的声音给惊醒 他仔细一听 好似是有女子在哭泣一般 听声音好似就在外面 于是许贵生便穿好衣服出门查看 可是到了院落外面 这声音竟然又变了方向 许贵生心中好奇 便一路追随着声音来到了一处宅院之外 此时许贵生可以肯定那声音 就是从这里面传来的 只不过此时宅院的外门都被封死了 看起来是特意不让人进去 许贵生透过门凤王里面看去 借着月光只能看见一口枯井 其余的什么都没有 莫非是自己听错了不成 于是许贵生便只好回去继续睡觉 到了第二日 管事前来检查宫活时许贵生便试探地问道 请问管事 近日府上可否发生过什么怪事 管事说道 府上不曾听说有什么怪事发生 不知许木匠为何如此发问 许贵生又继续问道 请问管事 那最北处的偏院为何封上了 那里以前到底住着什么人呢 文言管事不禁一愣 随后便说道 那里曾住着里园外的老母亲 后来老母亲因病去世 里园外便将他葬在了那北院之中 这才封上了宅院 许贵生微微点头 管事见状不禁问道 不知许木匠为何会知道那宅院呢 许贵生不禁笑道 昨夜我尿急寻找茅厕 无意中到了那宅院之外 出于好奇 这才发问 还请管事莫怪 管事摆摆手表示不会在意 随后便离开了 许贵生不禁心中疑惑 昨夜的哭声莫非是里园外的母亲发出来的 不过听着怎么像是一个年轻女子呢 真是怪了 于是许贵生便不再瞎想 自己还是赶紧做工 莫要耽误了李家的证事 可是接连几个晚上 许贵生竟然再次听到了哭声 只不过每次到了那废弃的宅院就停止了下来 让许贵生是疑惑不已 这天 许贵生早早地便做完了宫活 里园外亲自过来查验 许贵生这才见到了里园外的真容 这里园外竟是如此的年轻 对比之下许贵生不禁心中惭愧 人比人还真是气死人呢 李园外对此很是满意 于是便将原来的工钱翻了一倍 许贵生很是感激 在一番犹豫之后 便将自己这几日遇到的怪事告诉了李园外 不料里园外竟是瞬间变了脸色 直接叫人将许贵生赶了出去 许贵生不禁一愣 不知道为何里园外翻脸会如此之快 幸好自己已经做完了宫活 否则岂不是白来一趟 于是许贵生便赶忙赶回了家中 多日未见母亲她这心中是牵挂得很 回到家后见到母亲安然无事 她这才放下心来 母亲说道 儿啊 昨日有人来托你打富寿财 我见那人不容易便替你硬了下来 明天你过去看看吧 许贵生点头答应 可是到了夜里 许贵生却是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在梦里 她又来到了李家的宅院 可是这次 她竟然来到了那废弃的北院 里面正有一个女子跪倒在地 许贵生不禁问道 姑娘 你是何人 为何要跪在这里呢 女子开口道 还请公子为小女子申冤啊 文言许贵生不禁大惊 连忙询问女子原因 女子说道 小女子名叫脆香 本是这里园外的结发夫妻 可是她却因为贪恋富贵背叛于我 还讲我杀害在此 小女子这才来恳求公子相助啊 待到许贵生了解之后 心中不禁大怒 这里园外竟然是如此不堪之人 她并然要让她付出代价 于是便答应了女子的请求 不过此事还要从长计议 否则她空口无凭 非但抓不住那里园外 自己也要搭进去 第二日许贵生便按照母亲的指示 来到了一处破旧的茅草屋外 此时一个老伯走了出来 许贵生便上前问道 老伯 可是你需要打富寿财吗 老伯点头道 正是 我那老伴走了 他操劳了半辈子 我想着让他风风光光地葬在此处 许贵生心中一紧 随后便点头道 老伯你放心 小子一定会尽力做工 许贵生在一旁做工 老伯就在身旁帮忙 许贵生不禁问道 老伯 你们夫妻就没有生下子四吗 文言老伯不禁失红了眼眶 片刻之后 他才开口道 爱 此时说来话长啊 我们曾经有个女儿 她嫁给了当地的李秀才 后来李秀才进京赶考 却是一去不回 于是我们女儿通过打听 得知李秀才在京阳镇里做官 特来这里寻她 谁知道现在都没有音讯 听到老伯的话 许贵生不禁开口道 老伯 你的女儿可是叫翠香 老伯大惊 连忙硬道 对 对 你莫非见过我的女儿不成 许贵生不禁叹息道 不满老伯 你的女儿已经被害了 当初的李秀才 高中叹花 被知府看中 知府大人要将女儿许配给他 李秀才便声称自己没有妻子 这才做了那成龙快婿 后来翠香意外找到了李秀才 李秀才怕事情暴露 这才将他杀害 文言 老伯一屁股便跌倒在地 眼中的泪水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竟然如此的凄惨 更没有想到那响当当的李源外 就是曾经的李秀才 许贵生开口道 老伯你放心 翠香托梦于我 此事我定然不会不管 如今有了你作证 定然会让那李源外吃到苦头 于是 二人在一番讨论之后 便想到了一个主意 这天下午 许贵生二人来到了官府告状 县令听闻 被告人是李源外时不禁大惊 毕竟他可是知府的女婿 可是当县令得知此事的缘由之后 不禁心中一紧 没想到 这李源外竟然如此大胆 竟然敢欺骗知府大人 若是他查明此案 说不定会得到知府大人的看重 所以县令一拍大腿 便连夜带人去搜查了李家 李源外还在睡梦中 就被人抓了出来 在许贵生的带领下 县令在那废弃的北院中国 真是发现了一具女子的尸身 只不过这女子的尸身 竟然始终保持完整 听闻 只要这死去之人 心中有一口怨气长存 便可以达到尸身不符 老伯见到自己女儿的尸身 便疯了似的扑了上去 也正是由于老伯的出现 那脆香的尸身 再也保存不住 肉身随风而散 最终变成了一副骨架 此时传到了知府耳中 知府不禁大怒 便亲自审理此案 带到水落石出之时 便将这狼心狗肺的东西 处以了死刑 还将他的尸身 扔到了后山卫廊 此时之后 知府给了许贵生 一大笔的赏银 让许贵生是感激不已 可他不知道的是 一场危机 正在悄然逼近 这天许贵生外出做工 完工之后 已经到了夜里 于是许贵生便急匆匆地 往家赶去 可突然 这天空便是电闪雷鸣 很快便下起了大雨 许贵生连忙找地方躲雨 不多时 他见到前方出现了一处房屋 里面还有着光亮 许贵生便赶紧去敲门 带到门一打开 便见到一个貌美的妇人 站在里面 许贵生不禁脸色一红 便小声问道 不知可否让再下进去 躲避一番 待到雨晓之后 再下定会离开 美妇望着许贵生羞涩的模样 不禁笑道 那是自然 公子快快请进 我这就给公子倒杯热茶 暖暖身子 许贵生心中感动 便开口道 在下乃是一个木匠 不知这家中 可否有需要修补的家具 在下可以不帮忙 文言美妇一喜 连忙说道 如此甚好 我那木床总是有些声响 那就劳烦公子去检查一番了 许贵生微微点头 随后便进去查看 可当他靠近木床之时 突然一股腥臭味扑鼻而来 许贵生不禁大惊 他曾经听师父说过 这走夜路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鬼怪 那鬼怪的身上便是这种腥臭之味味 许贵生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 不过师父还嘱咐他 常在身上带着一些黄豆 遇到了鬼怪便可以防身 于是许贵生便从怀中抓住了一把黄豆 此时美妇便走来说道 今夜这雨一时也停不下来 公子便留在这里吧 你我二人倒也可以做个伴 闻言许贵生不禁拒绝道 那就不必了 在下突然想起来 还有要事 便不多留了 说罢许贵生便要夺门而出 可这美妇却突然冷声说道 你害我失去了所有 今日便是你的死期 我看你哪里跑 听到美妇嘴里的声音 许贵生大惊 这不正是那里园外的声音吗 于是许贵生不再犹豫 对着他撒出了黄豆 那美妇躲闪不及 瞬间身上就噼里啪啦的响个不停 片刻之后 美妇便两眼 一黑晕倒在地 许贵生见状不禁心中一松 想必是那里园外被黄豆杀死了 于是他连忙上前救治美妇 带到美妇醒来后 似乎很是害怕 据他所说 之前见到一道黑影飞到了屋内 随后他就被操控了 幸亏许贵生出手 他这才能够重新占据了身体 二人通过了解 许贵生得知美妇名叫秀丽 因为迟迟生不出孩子 被丈夫狠心抛弃 这才独自一人来此生活 许贵生见他可怜 之后的日子里 便时不时地过来帮忙 一来而去 二人便互生爱慕 结为了夫妻 大婚之后 夫妻俩很是恩爱 没多久秀丽 便怀上了许贵生的孩子 夫妻俩是激动不已 在二人的努力下 过上了令人羡慕的幸福生活 故事发生在明朝时期 在通州晋安县内有一对可怜的母子 母亲名叫张秀之 是从外地嫁到这里来的 不料丈夫因为一场意外撒手人寰 只剩他独自一人抚养儿子徐通 张秀之是一个普通的农妇 并没有什么本事 所以只能去城里给别人洗衣服来挣些银两 即便如此他也没有苦了自己的儿子 凡是别人家孩子有的都会买给自家孩子 乡亲们见张秀之一个妇人生活不易 所以便劝他改嫁 可是秀之担心改嫁后子会受委屈 所以便谢绝了乡亲们的好意 哪怕是自己苦一些 也不愿让孩子遭罪 渐渐的徐通便长成了一个帅气的小伙子 可由于母亲从小就对他的溺爱 导致他养成了游手好闲的习惯 原本乡亲们给徐通介绍了不少的宫活 可是徐通却百般挑剔 不愿意出苦力 还结交了一帮狐朋狗友 让母亲很是无奈 只期盼着他将来成了家会有改变 可是徐通如此性格 谁家女子会嫁给他 所以像了很多次亲都没有成功 渐渐的此事也就搁置了下来 徐通虽然有些不务正业 但是他头脑灵活 而且生得一张巧嘴 这便是他的优势 徐通听闻城里王家正在招长宫 便意识到自己的机会来了 要知道这王家可是富贵人家 家中的店铺就有着尽时间 只要自己混进了王家 他便距离飞黄腾达不远了 于是徐通便告知了母亲 母亲得知徐通要去王家做工 心里也是激动不已 他就知道儿子会有长大的这天 便连夜为他收拾了行李 王家因为新开了两家粮铺 所以招的人手很多 见徐通五官端正 能言善辩 所以直接就录用了他 并将他分到了粮铺里做伙计 徐通到了粮铺里便琢磨着自己该如何发展 若是他闷头干活 也许一辈子也都没有出头之日 只有和粮铺里的管事 打好关系 这才能有前途 于是徐通除了做好本职工作 总会有意无意地接触管事 很快就得到了管事的重用 无论去哪都会将他带在身边 这天管事带着徐通来到了王家 就在徐通在院中等待时 只见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带着丫鬟路过 徐通不禁眼前一亮 看得有些呆了 女子无意间见到徐通的模样 不由地扑斥一笑 徐通见状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随后便上前行礼道 还请小姐莫怪 在下还是第一次见到像小姐一般的美女 一时间看得出神了 只听女子微微点头道 无妨 公子来我王家所为何事啊 闻言 徐通不禁心中一紧 听女子这语气 莫非她就是王源外的那个独女不成 于是徐通连忙说道 在下随管事过来掌掌见识 见到徐通谦卑的模样 女子不禁心生好感 便在心里记住了这个俊俏的男子 等到女子走后 徐通这才从下人口中得知 此女正是王家小姐王倩倩 徐通心中大喜 通过今日的相遇 她便打上了王倩倩的主意 只要自己能够将她弄到手 这王家的一切还不都是自己的了 想到这里徐通的心中便是激动起来 于是接下来的一段时日 她便总是在王家外面等待时机 只盼着王倩倩能够出来 这样自己便有接近她的机会了 终于黄天不负有心人 终于是让徐通等到了机会 这天王倩倩带着丫鬟外出游玩 徐通便一路跟随等待着最佳时机 就在王倩倩等人在集市里闲逛之时 突然几个小混混将他们团团围住 几个丫鬟连忙说道 放肆 我们乃是王家之人 若是你们识去的话就赶紧离开 否则让我家老爷知道了 定然不会轻饶了你们 谁知那几个小混混却丝毫不惧 反而一脸兴奋地说道 我管你王家李家 遇到了我们搁几个谁也不好使 今日便留下来陪我们玩玩吧 文言王倩倩等人也是吓得不轻 就在此时徐通突然挺身而出 直接就挡在了王倩倩的身前说道 别怕 这些混蛋就交给我了 我不会让别人伤害你的 说吧 就与那几个小混混展开了搏斗 徐通双拳难敌四手 很快就被打翻在地 可他仍然不肯离开 也许是担心被王家发现 那几个小混混也不敢多留 这才让王倩倩逃过一劫 王倩倩此时也认出了徐通 见他身上那狼狈的模样 心中是感动不已 也正是徐通这次的出手 让二人之间的关系逐渐的升温 后来王倩倩经常会偷着跑出来 与徐通私会 徐通见到时机成熟 便与王倩倩将生泥煮成了熟饭 于是徐通便壮着胆子来到了王家提亲 王源外见他不过是自家的一个长工罢了 直接就一口拒绝了 不料女儿却说道 爹 我已经是徐大哥的人了 如今只能嫁给他了 闻言 王源外大怒 没想到徐通竟然要了女儿的清白之身 气得他当场就要将徐通乱棍打死 谁知王倩倩却拼死相护 最终王源外也是没了办法 只好打碎了牙网肚子李燕 便急匆匆地为二人举办了婚事 大婚之后 徐通便开始跟随王源外做事 徐通头脑灵活 很快便将店铺打理得井井有条 也得到了王源外的认可 便将王家的产业都交给了他来打理 可是徐通却暴露出了本性 他开始借着做生意的名号在外潇洒 与之前的一帮狐朋狗友混在一起 若是王倩倩看到这几人后 便会发现 这不正是那天拦住他们的小混混吗 原来这一切都是徐通的安排罢了 如今徐通成了那人上人 花钱就好似流水一般 在朋友的带领下迷恋上了赌场 最开始自己每一把都会赢得十分顺利 因为让他后来是越投越大 不成想这都是针对他的阴谋罢了 就在一个月后 一帮人突然冲进了王家的宅院 将王源外等人全都驱赶了出去 王源外本想着发怒 不料这群人却拿出了欠条 没想到徐通输了赌债 将整个王家都赔了进去 王源外得知真相之后 不禁怒发冲官 竟是一口气没上来被当场气死 王倩倩只好强忍住悲痛 将父亲安葬 如今他便准备找到丈夫讨个说法 可等他找到了徐通时 发现徐通早已经醉成了一滩烂泥 而他家中的老母亲也因为此事一命呜呼 可不等王倩倩说话 徐通便将他赶出了家门 说他如今已经没有了价值 只是自己的拖累罢了 今日便当场修了他 王倩倩心中痛苦 便来到父亲的坟前哭了起来 不知哭了多久 他便昏睡了过去 等到醒来之后 这才发现自己竟然躺在床上 不知道这到底是哪里 就在此时一个男子走了进来 见到王倩倩醒了 连忙问道 姑娘 我见你方才倒在坟地里 我这才将你带了回来 还望姑娘莫怪 王倩倩说道 多谢大哥好意 倩倩现在已经没事了 便不打扰大哥了 说吧 王倩倩便起身离开了 男子望着王倩倩离开的背影 不禁苦笑道 我大牛若是能够娶到这样的媳妇死都止了 原来男子名叫大牛 是附近出了名的屠夫 虽然挣得不少 但是至今都娶不到媳妇 只因她浑身沾满了鲜血杀气太重 姑娘们见了她都会害怕不已 更别提嫁她为妻了 此时 王倩倩来到了当铺 当了自己的一件首饰 随后便在城外买了一间木屋 暂时住了下来 如今的她一切都没了 只能想办法 先养活自己 于是王倩倩便找到了一家裁缝铺子做工 铺子里的徐掌柜曾经受过王源外的照拂 所以便将王倩倩留了下来 还给了她双倍的工资 让王倩倩很是感动 可她没有想到的是 一场危机竟然在慢慢逼近 这天王倩倩做完了工活 准备离开 不料徐掌柜却拦下了她 徐掌柜说道 倩倩 以后你就留在这里吧 如今王家就剩下你自己了 倒不如跟了我 以后你就不用再受苦了 文言 王倩倩不禁一愣 随后便冷声说道 徐掌柜还请自重 我王倩倩可不是随便的人 还请你让开 见状徐掌柜不禁吟笑道 你现在只不过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弱女子 我就不信还拿不下你 说罢徐掌柜竟是要强占王倩倩 王倩倩奋力地反抗 但是她一个女子哪里是徐掌柜的对手 很快就被徐掌柜压在身下 就在王倩倩心如死灰之际 突然一道人影走了过来 一脚就将徐掌柜踹开 王倩倩睁眼一看 没想到竟是曾经救下她的大牛 大牛满脸的愤怒之色 她二话不说就上前将徐掌柜抱揍了一顿 随后这才带着王倩倩离开 大牛说道 日后你就别去这做工了 那徐掌柜可不是什么好人 倒不如你来我的铺子里帮忙 我来给你开工钱 闻言王倩倩心中感动 于是便点头答应了下来 之后的日子里二人便一起经营着肉铺 渐渐地彼此心中都有了一丝好感 大牛是个直性子的人 他便对着王倩倩吐露了心声 本以为会遭到拒绝 没想到王倩倩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因为王倩倩知道大牛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好男人 于是二人便在家里办了婚事 成为了真正的夫妻 婚后夫妻俩十分恩爱 让前来买肉的乡亲们都羡慕得很 这天夫妻俩正在卖肉之时 突然一个不速之客找上门来 竟然是那徐通 王倩倩见了徐通不禁一惊 连忙躲在了大牛的身后 大牛也知道妻子的过往 所以对徐通也没有一丝好感 徐通见状开口道 今日我来是接倩倩回去的 毕竟我们才是真正的夫妻 文言大牛怒吓道 倩倩如今早已经是我的人了 你算是什么东西 再不离开就莫怪我大牛不客气了 徐通冷声道 你想要留下他倒也简单 只要你拿出五百两银子 我徐通就此作罢 否则我这些兄弟们可不答应 话一落下便见到一群混混为了上来 很明显这徐通就是过来要钱的 知道了他的意图 大牛便走到了店铺外说道 就凭你们这一群土鸡娃狗也敢在此叫嚣 真当我大牛是下大的吗 见到大牛如此的不识趣 徐通等人也失去了耐心 他们还等着银子去赌场呢 于是几人便朝着大牛围攻而去 王倩倩本想着过去帮忙 却见到大牛竟是一手拎起了一个 朝着地上就摔了下来 很快这一群小混混就被他打得跪地求饶 徐通没有想到大牛竟然如此厉害 二话不说就转身逃跑了 有了这次的经历 徐通等人接连好几天都没出现过 想必是被大牛打怕了 这天夫妻俩刚刚收摊 便见到一个尼姑缓缓走来 尼姑对着二人施礼道 两位施主 贫尼下山化园 见今日天色已晚 不知可否让贫尼借宿一晚啊 闻言大牛连忙说道 那是自然 施太快快请进 我家里就是空房多 我这就让倩倩给您收拾一间 等尼姑走进院内 望着那间主卧说道 不必麻烦了 我看这间就不错 今日我便住在这里吧 闻言夫妻俩微微一愣 这不是他们的房间吗 可是既然人家提了出来 他们也就不好再说什么 便答应了下来 谁知尼姑又继续说道 二位施主 今日不要睡在房间里 还是去那地窖里躲一躲吧 大牛本想询问一番 可是妻子却拽了下他说道 我曾经听父亲提过 在这世上有着许多修行有成的高人 会帮人来度过劫难 或许施太就是如此之人吧 我们还是去地窖里躲一躲吧 听到妻子的话 大牛也就不再说什么 于是二人便躲进了地窖里 一直到了深夜 夫妻俩这才被一阵哀嚎声给吵醒 二人打开地窖一看 发现一群混混正倒在地上 而他们面前则是那尼姑 显然是尼姑出的手 在大牛的逼问下 这才得到了真相 原来这些人都是徐通派来的 为的就是抢劫大牛的银子 然后再偷偷放火烧死二人 闻言夫妻俩心中大惊 若不是尼姑搭救 恐怕他们俩早就交代了 于是大牛便将几人告到了官府 于是官兵便将徐通等人一一抓获 自此以后 夫妻俩再也没有遇到过怪事 生意也是越做越好 后来妻子还给大牛生下了两个可爱的孩子 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